更多新闻来看简讯 10月24号泰国机场公司召开关于调整乘客出进机场服务费方案的新闻发布会 以运营管理苏王纳普国际机场等国内主要机场的泰国机场公司董事会 关于调整乘客出进服务费目前通过的决议是 国内乘客由原来的100株调到200株 国外乘客由原来的700株调到800株 关于此次乘客出进服务费上调方案 泰国机场公司指出 调整乘客出进服务费有两个原因 一是为了补贴公司成本 二是为了提高服务水平使其达到国际水准 额外的费用将用于改善设施以及提高机场便利 其中还包括科技方面的发展 将在每一条航线上提供免费的WiFi 使乘客享受到方便安全舒适的服务 据悉这个方案还将提议给民航董事会等待批准 东盟卫视MGTV记者何交方庆邦泰国曼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